如果你没有参加你就要写请假单 然后你如果没有在 我记得是一周还两周前 交这个请假单 你就要被罚爱系服务 去做一些打扫卫生的工作 还有要缴卫生纸 就是你要贡献你的卫生纸 并在你的卫生纸上面签名 然后贡献给系上的所有人用 然后大家好我是Renera 今天要说的是台一大犯法美人馆 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勒庞 曾在他的经典《乌合之众》中说过 人一到群体中 智商就会降低 为了获得认同 个体愿意抛弃是非 用智商去换取 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 这集影片是因为我在做 我为什么要转职 要离开舞蹈圈那支影片 内容的一些研究 然后发现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要及时的说出来 我希望学跳舞的人 喜欢跳舞的人 可以活在一个透明 身心健康的环境里面 那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我上一支影片 其实有粗略的提到 被迫参加戏学会 被迫缴纳会费 然后我们是没有选择权的 那今天想要针对这件事情 来细说 那还没有看过 我上一支影片的人呢 可以点进去资讯卡里面 看我的上一支影片 那这个故事呢 要追溯回我 进入台义大的第一天 也就是新生训练那一天 然后那一天呢 是由大三学姐 也就是俗称的戏学会班 来带着我们 考所有的流程 还有带着我们去 佼佼需要佼佼的资料 然后也是从那一天起 然后有了这个认知就是 每一个班级到了大三的时候 都要变成戏学会班 每一个班级里面的 所有成员 你们每一个人 都要负责一个职位 基本上系上需要支援 第一个去的一定都是 戏学会班 比如一些招生考啊 校庆啊 然后圣诞party啊 迎新party 送旧party啊 然后包括 每两周一次的戏大会 然后也是 从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被告知 知道说 每一年我们都一定要 叫戏学会会费 然后那时候 其实我们 什么都不懂 傻傻的就跟着脚钱了 然后在 被告知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给我们 选择权的 就是直接告诉你说 你要叫 我也觉得我当时很愚蠢 就是我也没有问说 有没有收据 我也没有问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叫 我们是不是必要 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基本的 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 就是学姐说要叫 老师说要叫 那我们就去叫 但是自从我开始参加 系上的 系大会开始 我发现每一次 系大会的时候 老师都有参加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 这个系大会 到底是谁举办的 是学生自治会 去来开这个会 还是比如住教或者是 系主任去举办 然后召集所有的人 要来开一次系大会 然后这个系上的系大会 是所有同学都一定要参加 如果你没有参加 你就要写请假单 然后你如果没有在 我记得是一周还两周前 交这个请假单 你就要被罚爱系服务 去做一些打扫卫生的工作 还有要缴卫生纸 就是你要贡献你的卫生纸 并在你的卫生纸上面签名 然后贡献给系上的所有人用 然后助教还说 如果你们爱系服务没做完 然后你们卫生纸没缴完 你们不可以毕业 他不会给毕业证书 他在所有人面前这么讲 然后所有老师都在 所有学生也都在 那这个系大会 其实他是没有学分的 就是不是我参加 然后我这个学期 就有两个学分 然后他的举办时间 也是在学生非上课的时间 就是那一堂课 基本上都是大家 没有课的时候 我那时候听到 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有点疑惑 就是到底是谁 在举办这场大会的 然后没有学分 为什么要强迫我参加 为什么有些系 是学生可以不用参加 也不会被罚的 如果说是因为我们都是 系学会的会员 所以我们都一定得参加 那为什么我被强迫的 纳入了系学会里面 没有人问我说 我要不要参加系学会 这件事情一直到我大三的时候 我开始真正的 有独立思考跟判断的能力 我大三的时候 我在我们班担任的是 我的组就是要写卡片邀请老师他们参加什么活动啊 的那个组 然后每一次开系大会之前 我们班 也就是我是其中一个 我们要送卡片给各个老师 跟老师说我们在什么时间点要开系大会 然后请老师们 邀请老师们也来参加 那老师是可以选择参加跟不参加的 如果他们有事情 也是可以不来参加的 就是很多老师都 一个学习只来参加个一两次的这种都有 然后我记得卡片一定要手写 因为我们第一次送出去的时候 贴的是影印的那个纸贴在卡片上面送出去 然后被我们系主任 应该现在是表演学院的院长 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手写卡片 这场系会的所有的设备 简报内容都是系学会去准备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场会议是系学会学生自治会去举办的 老师们是被邀请来参加的 那问题就来了 我刚刚上诉所说的事情 我们是被告之要参加系学会 我们到大三的时候 是一定要成为系学会里面的主要职位的人 然后我们一定要缴系学会费 全部这三件事情都是被告之的 没有人给我们选择权 没有人问我们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它并不是我们的义务 在大学法里面 锦名地 学生为学生会之当然会员 以及学生会得向会员收取会费 至于其他相关自治组织 例如系学会 因大学法并未有 例如学生会之规定 因此有关学生入会 及向会员收取之事项 因为其他相关学生自治组织之自治事项 原则已于尊重 基于学生结社权以及财产权保障 系学会不宜于组织当成中明定 系上学生均为当然会员 并进而规定群等军应奖会费 那详情可以去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的QA里面去看 有人问了这个问题 然后他们的回答是 系学会不可以把学生纳入为当然会员 然后你也不可以去跟他当然的去收这个钱 学生愿不愿意参加是学生自己决定的 而不是你们系上去逼迫你去参加的 你们没有资格逼迫我们要成为系学会的会员 你们也没有资格逼迫我们要缴系会费 所以我不是当然会员 我为什么会没有选择权 我为什么大三的时候要有职务在生 我为什么一定要缴费 我还不能不去 我还一定要请假 然后我没有起家了 我还要被处罚 警报警报 我发现有80%的人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看了影片没订阅哦 赶快去订阅哦 再者又触犯了第二条 是参考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 注意事项第14点第二项第8款 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 不得已对学生以学生财产权之侵害 例如拿钱等作为辅导与管教之手段 但要求学生依法赔偿 对公务或者他人物品的损害者不在此线 所以上面说的那段故事 我们没有请假 我们要被罚缴卸生纸 可是卫生纸是我买的 卫生纸是我的财产 根据这个规定 这条法规说的是不可以罚学生的财产 那卫生纸就不是吗 然后助教最后还威胁我们 用毕业证书威胁我们说 你们没有缴完 你们没有做完IC服务 你们不可以毕业 然后所有的老师都知罚犯法 然后最后这件事情你们知道 如果这件事情被罚小了 他只会怪到学生说 是学生自治会的问题 然后学校系上就会推掉这个责任 因为在2013年 台湾艺术大学古迹学系 就因为这种事情 被罚钱的事情 不能够毕业而闹上新闻 结果最后学校把责任推给学生自治会 结果最后最笨的人是谁 是学生 因为你们在执行这些要求前 你们没有去做判断 你们没有独立思考 你们没有对这些不对的事情说不 你们反而去执行他们 你们是执行的人 可能因为你们害怕被老师讨厌 结果最后出问题了 这些人也只会把事情 推在这些学生身上 然后一直到2017年 又爆出一样的事情 然后2017年的东森新闻 在2017年的5月21号 贴了这个新闻 就是说 海逸大古迹系 罚金规定的是1000块 然后没有脚就不可以毕业 这件事情又被拿出来说了 可是一样是不了了之的 然后他们有提说 其实4年前就被检局过了 可是4年后依然是这个状况 所以还是多数的学生会不想要去反抗一件不对的事情 但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就要勇敢站出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侵犯到你的权利了 然后大学是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大学是要有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 现在选举也快到了 就是如果台湾的教育都是这个样子 学生是完全没有办法判断这件事情 然后犯法的事情 不合理的事情 也不愿意站出来说的话 那一个民主的社会 当这些小孩长大了要去选举 要去投票 是一件多么多么危险的事情 这就是愚民 所以如果你现在身处在台湾大的环境里面 有人没有询问过你是否愿意成为戏学会会员 并且要缴会费 你要记住你是有权利不参加的 有权利不缴钱的 当然你参加了你就得符合戏学会的规定 可是你是有权利选择不参加戏学会的 所以你到大三了 你也不是一定要当戏学会的任何一个职位 你是有权利说不的 这并不是你的义务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 也希望你们能够勇敢的说不 勇敢的对抗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只要有一个人说不 两个人说不 多一点人说不 十个一百个 那戏上就不会要求你们这么做了 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这是不合规定的 可是他们却还是一样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以后为这些事情背锅的人都会是学生 因为他们一句我们不知情 这是学生自知会的事情 那所有学生自知会的学生就要为这件事情背锅 这也不是所谓的不合群啊 叛逆啊 不听老师的话 因为你们只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利 然后其实你离开这个圈子 你出去看一看 你会发现在这个圈子外面的正常社会 大家是会为了自己的权益去发生的 至少我转行 我现在处在的业界 是会为自己的权益去发生的 希望大家也不要在这个圈子里面 然后觉得只有这些解决方法 渐渐的你就会变成井底之蛙 你是不知道正常的世界是怎么过的 选择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再举个例子 在2016年的时候 北一女中的学生也曾经因为制服这件事情去抗争过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是 如果你有任何不平等 有任何人侵犯到你的权利 只有你说出来才有机会改变 如果你们都选择不说出来 不愿意捍卫自己的话 那任何人都放不了你 然后最后就是大多数的人认为对的事情 它并不代表真的是对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要盲从的去跟随别人的决定 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自己的思考能力 然后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然后要有自己的中心思想 那在下一集影片我也会告诉大家我亲身的例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不管你是喜欢我的影片不喜欢我的影片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也都会回复 然后也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也可以传私信给我哦 我也会回复 那如果频道数订阅到十万 我也会再开个十万的Q&A 那欢迎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订阅、按赞、留言、转发、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 成本 这期视频